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哈喽 今天我们要继续谈那个话题了 什么话题 就是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对我觉得我这标准真的下得至好 就是后来发现这不是双关是有三关 就是说谈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很平铺直屈的一句话嘛 再第二就是谈谈这件事情的重要 这件事情就是性 对 然后再来就是谈谈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跟另一半谈一谈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对对 你真的是文案大师啊 真的耶 我是小标高手 超强 我可以得到什么奖吗 金 金顶奖 乱讲的 没有这种奖的 对 那我们昨天就是讲了这个 就是我们成长历程当中就是有一些很炯的一些学习性知识的一些方式嘛 嗯 那我们就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呢 就是呃因为你昨天你没有讲到很多就是真正你在翻了A-mind它的就是剧情的类型 哦对对对对 因为你就说有些奇幻的设定啊 那我想要说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就哪些剧情的设定 嗯哼就是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说比方说我我第一个刚接到的那个作品的名称就是说结婚三年的妻子就是参加老公的员工旅游结果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 然后前男友就突然就上了他 然后就是前男友又很了解这个女生的一些敏感带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各式各样的地方 比方说在吃饭的时候啊就是挑逗他 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老公还在喝酒醉的时候就睡在旁边的时候 然后就对那个老婆上下其手的一个故事 这种有一种在打野炮的快感 因为就是危险 对然后 在熟悉的那个人身边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个画的非常的暧昧 就是这老公真的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吗 这很不对劲吧 就是这样伸到人家女生内裤里面就这样子弄 然后我就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翻过这种作品 就是我第一次翻到的成人漫画是这一部这样子 我就觉得天啊这这也太闲尸了吧这样 然后我就整个是感官的一个震撼 那再来就是比方说 就是这很瞎 就是说去那种风俗店 就是那种不是也许不是真的做 可能就是这个女生帮你洗澡 或者是可能就洗洗就做了有可能啦这样子 在日本的风俗店然后就是 不小心就是撞到头 然后跟那个风俗店的那个女生交换了身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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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奇坏部分就是这个对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风俗娘 她就是很了解女生的身体嘛 所以她就是跟这个男生交换了身体之后 她就是用她就是变成男生 风俗店变成男生然后就开始对自己的身体 就是那个那个自己的身体里面装那个男生的灵魂 然后就开始对她激进的挑逗 都要做很多事情上下其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 这个我也想看 对我就这样你看也不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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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能外流的 这个党案不能外流 可是可以给家人看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趣 就是她其实在这个日本的漫画 她其实没有本来的没有一个名称 对不对 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名称 她有一个标题 有啊有啊就是这个标题啊 但是你翻译你要把它就是自己改写成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赚的地方 就是说我要把它翻译就是书名嘛 可是其实我还要再另外想两个书名 就是要符合就是可能人家看着就觉得 诶这什么就想要点开来看那一种标题 对就是我不是只有做翻译 我还要做企划 对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常常会叫我出来 就是问我说诶你觉得这三个男生比较好 对对对 就是我想不到你帮我想一个 闲尸的这样子 对 很困扰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觉得哇就是可以 可以职集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还蛮有趣的啦 工作现场是还蛮特别的 就是她的薪水帮我升十倍后 我可能会觉得很不快乐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一对姐弟 他们其实不是亲生的姐弟 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姐弟 然后有一天就是女生啊 她就是去那个按摩店按摩 然后就是那个按摩店是很特别的 也是回春按摩 然后也是一个奥基斯坦啊 就帮她按摩全身之后 然后也是有点色情色情的感觉 然后她后来就发现她变成 她本来是一个出社会的一个上班族女生 然后突然被按摩之后就真的回春了 变成一个高中生 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啊 就撞见了弟弟跟她的 她原本几岁 她们的 就大概二十几吧 女生大概二十几岁 就是刚出社会 然后就变 大概就是年轻了十岁 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撞见了自己的弟弟 再跟她的女朋友好像准备要就是做了喜欢的事情 然后就是那个弟弟也完全认不出她来这样子 然后就是 我是你姐姐呀这样子 你怎么可能认不出来 又没有 这十年她发生了什么事 哪准再不出来 然后就是变太可爱了 就是你是谁 你滚出去这样子 她说我是你姐姐 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 本来发现说 哦原来就是姐姐呀 这样子 然后就跟她就是讲了前因后果 说哦原来你会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 那个什么 姐姐就是非常的困扰 因为虽然她想要变年轻 但是因为她 就是接下来就要去 去那个面试了这样子 她必须去找工作 然后这样子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要录用她 谁要录用一个 就是年轻的幼稚女这样子 嗯 她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就回到之前那一个按摩店 然后那个按摩店 那个师傅 就是笑秘秘的跟她讲说 有一个好方法 就是你必须要跟男生做喜欢的事情 这样子你才会就是 变回原本的那个身体这样子 就是诈骗集团吧 哈哈哈哈 然后那你就想说怎么办 我又没有男朋友 可是 诶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跟我弟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哦 OK 对对对 就是有这个设定 OK 所以她好像也有在 把持着一个道德 对没有乱伦 然后就是反正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要赶快去面试啊 就是每天都有面试就对了 就开始这样疯狂的做 所以那个弟弟 她也是有女朋友的状态 像她就偷吃这样子 对有一点 然后就是他们也是有一点 就是你喜欢我喜欢你这样子 其实有一点 纯爱剧的成分在里头 我觉得他们家庭一定有一点问题 因为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对啊她爸妈跑那里去了 而且不知道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 年轻十岁的姐姐 然后不会一起看照片吗 对 反正就是很奇怪 然后但是因为她真的画得非常可爱 老实说我真的 看这一部的时候 我翻这部的时候觉得 诶真的还蛮妙的 她其实就是在满足 有些人会想要跟自己的 诶搞不好 因为就是真的是犯罪啊 就算是没有起源关系 还是很奇怪吧 对然后反正这一部漫画 到最后我就真的觉得 我就抓到了一个很不得了的重点 嗯 就是她就是为了要 比方说女生她终于找到工作了 她必须要上班 上班之前就一定要那个嘛 就是先跟弟弟先坐了之后再去上班 因为才能够恢复成女人生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那那生理起来的时候 她也是照做博物吗 对啊 对啊 等等的啦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诶 干嘛啊 干嘛长这么的露骨 然后再分享一部就是说 就是母子 就是上一期我讲母子嘛 反正就是也是没有起源关系的啦 就是说就是就是一对夫妻 然后那个老公的那个侄子 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家庭破碎 然后就是收养这一个侄子 这样子一起生活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老公过世了 嗯 然后就留下了这一个妈妈跟这个侄子 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发现有一些爱情的那个倾诉产生 就是那个侄子喜欢这个算是义母这样 然后义母就觉得说我只是你的就是那个没有那个那种感觉 可是以后来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跟长辈这样子 对啊 就变成母子这样子 哦 母子的就是很像是乱伦 可是其实也还好的一个故事 其实A片中也有那种就是跟很年长的女生 对啊对啊 然后那种我都直接跳过 因为你不喜欢太熟的女生 就是觉得画面就是没有办法让人很进入 对啊 哎我也觉得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看过蛮多的那个A片 就是男生普遍都长得不好看哎 然后女生就是大部分都长算算是可爱的 女生因为这个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否男性需求的 所以你男生就是随便这样子 为什么都没有考虑过我们女生的感受啊 有啦其实近几年有一些还不错的 你说有帅的是 我觉得不一定是帅 可是起码有些身材店的还蛮重要的 哦有有有 好像有看过 就是真的是AV男优 然后后来就真的是有可能有固定一群粉丝这样子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男优还蛮特别 就是她的名字叫做森林猿人 她其实长得我觉得真的很普通 就是一个很平凡 可是好像有我会对她印象深刻 是因为她这个名字蛮特别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猿人是那个猩猿猿人 不是她是原始的猿 然后就是有反正就是有一些女生 就是反问AV女优说问她们说 对哪一个人的技巧很印象深刻的 很多人都会讲到这个男的 因为其实她真的长得不怎么样 她还没有开班呢 有些现在有些AV男优会写书 就是会什么加藤因啊 然后有个叫什么清水什么 剑 哦对对对 她也很有名 而且她长得蛮帅的耶 对我觉得她算是帅又壮的 真的耶 对我觉得其实她们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因为要一个男生就是一整天拍这么多部 然后她又要维持那种精力饱满的样子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男生的部分 她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因为她们出书好像就有在谈说 要怎么样不会这么快 嗯哼对就是这个方式可以更是 那个节奏是可以有就是主控权 什么意思你说不要这么快 你是说对啊 我说不要这么快就是走到最后是不是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平常就会训练自己 可能大哨哨 然后就是很想射的时候忍住 把他憋住吗 对对对对 这可以憋哦 我没有看这些书 所以你不想学这个 也没有 哈哈哈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很正常的一个知识性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蛮会想要去涉猎的 对对 其实我们是在想说 这些A漫A片的 他们的主题好像就是看似 真的是很不合逻辑 不切实际 可是其实好像真的会满足一些 我们这些 嗯 想要天马行空的心吧 其实对啊 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昨天有讲到说 就是如果小孩子先从这些作品看 然后我们会不会觉得 他可能会有被误导的可能 嗯哼 的确是这样没错啦 就是的确 如果没有人在旁边 就是后面有一个家长的话 或什么的话 可能怕小朋友 谁要家长在后面 对 但是其实我 我又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 创作这件事 反正就是一个 呃 他可以允许他非常天马行空 嗯 然后但是 他也预设说 看的人其实是 他可以分得出那个 现实跟幻想的边界 哦 对对对 这很重要 这个话题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 呃 我有一个 我有曾经跟我一个朋友 在讨论过 因为他很喜欢看那个 蜡笔小星 好好好 对 他就说蜡笔小星 他这个作品 虽然说很多情色什么的 对 但是就是他 就是会 也是满足那种 其实就是大人 大人也会觉得 带有点童趣 对对对 但是又可以好像在 窥探那种 就是相关的那种 情色话题 对而且就是这些 色情的话 从一个五岁小孩讲出来 就真的好好笑哦 对 真的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 但是他后来的走向 越来越温馨 就是他以前 以前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以前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特别的成人 对对对 但是现在越来越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觉得也是慢慢 他的市场有在调整啊 但是我那个朋友 他就觉得说 这个作品 他非常的 就是我 像我们节目的感觉 就是说很坦然的 面对这件事情 哦 他喜欢 但是他不喜欢小叮当 为什么 他不喜欢 哆啦A梦 为什么 他觉得哆啦A梦 他其实是 表面看起来很小孩 但是事实上 他非常非常的 在揭露 小孩淫爱面 譬如说 就是像胖虎 就是欺负别人的代表嘛 然后大雄就是会 做 就是 就是偷懒啊 软弱 然后小夫就是 欺骗啊 然后 自夸子 然后他觉得 这个才是会教坏小孩 哦 然后我就说 可是 其实这个 我 因为我从小 就是看小叮当的 对 从小看 你看我的年龄 就是从 我说小叮当 就可以 那个 赞免 我不是说哆啦A梦 机器猫 机器猫小叮当 小叮铃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的 小叮铃 就是 怡静 阿福 对对 稀安 好啦 我就讲这些手机的名字 大家知道就好了 对 因为我又 我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们spotify后面 也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什么 听众朋友的那个分析 虽然说没有到很多 就是在spotify上面订阅的 可是我发现 他们的年纪啊 都跟我们差不多 对啊 反正就是啊 这个 真的 就好像35到45之间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就讲小叮铃 我们是不是圈粉了 哈哈哈 小叮铃这个作品呢 他就是很不喜欢 他觉得这样会叫坏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从小看的时候 我完全不会觉得 我会想要去学大雄那样 或者是学季安那样子 嘿 那就是一个作品 我们可以分得出来 然后他们反而会觉得是 我们当我们遭到什么 人生的挫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期待 那个道具的出现 对啊对啊真的 对其实这个是一种幻想 所以 所以我觉得可能看A漫或A书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吧 对其实漫画就是这样吧 就是其实我在看那些作品的时候 我会是去享受他那个人物设定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我有时间暂停器 然后或者是 如果我有 你真的很爱时间暂停 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允许他很自由奔放的去幻想 因为这是创意啊 对啊 真的就是他可以把 就是把创意投注在这些作品上面 然后我们如果看的人也知道 哦他就是一个作品 而不是现实世界的话 那其实还算是安全的吧 何况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很在意故事剧情了 哦 就是直接看最后的场面 对也是啦 我刚刚想到是说 如果不是A漫的话 其实比方说什么麒麟王啊 或是什么游戏王 他们那边也是有点夸张的扯什么的 可是还是觉得说好好看 或者是像灌篮高手啊 就是一个高中生 就是每个都高中生 可是就是每个都跟 打得像NBA 对 好像直男选手一样 对啊 可是就觉得说 哦 好酷 就是好帅哦 好酷哦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倒是又回到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小孩有没有幽默感 哦 对对对 就是等于说 他在看这个的之前 譬如说 不一定要先总看这种 这么那个闲思的话题 我们在从小的 就是跟他一起看电影啊 或者是看卡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一直不断地会 跟他强调某些 创作者的跟现实的差距 哦 对因为我们就创作很自由 对 他其实是 因为我们不是北韩嘛 就像是龙猫那种感觉 对我们不是电检人员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去享受他的时空的 对对对 所以当他有了这样子的个性的养成之后 他以后去看什么东西 我知道他会守住那一把尺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主控前面要 先去信任小孩 对对对的确是 对但是我还是要讲到说 那是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可是我不知道说 因为现在小孩子越来越早熟嘛 然后我越来越不知道说我们 他们的资讯来源到底是 而且还有我们撞见他在看的这个年纪 可能会是几岁 所以你是说你看到他在房间里面看了一片 然后不小心闯进去 或者是正在做其他的事情 对那我问你就是说你真的看到 第一我第一个问题是 你会有什么反应 第二个是你觉得几岁你会很震惊 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会有什么反应哦 我会先看一下他在看什么类型的 哈哈哈 了解人一下 所以你自己进去之后你会 偷偷摸摸走到后面说 这样吓人吧 我跟你讲我有更好看的 不会 但是我觉得那个场面应该不是偷偷摸摸那种 我跟你讲应该是说 就是可能不小心就打开了门 然后他就你干嘛啦干嘛进来 这样子那种感觉吧 那我觉得我应该会说 哎这件事要锁门哦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尴尬的话 的确是 但是好像会被责怪说 为什么不敲个门对不对 哦对啊 总之就是假设我真的是有敲了门 他没听到 他很戴耳机这样子 然后就真的是进去了 就真的看到这样子吗 那他有看到我吗 嗯有 他有看到我 我就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正在一个尴尬moment 这样子哦 是 嗯 就是一定会很尴尬吧 我跟你讲 未来世代不一定这么简单了 直接就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可能就发生关系 哎真的有 你是说 你是说星子 知道就是爸妈看到小孩子跟他的伴侣这样子哦 对啊 你怎么 我觉得真的未来很难说 哇塞 好恐怖哦 其实我们 我们我真的是超级超级 期待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我说我很清纯 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相关的话题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班上啊什么也没有这种风气 就是可能就是话话 哎蛮那种就是开玩笑 也是会叫口不会咬人 其实也不会真的很 就是我们 也不是很懂这个啦 就是等于说是以前我们会讲 可是我们不可能 在班上不可能会出现 有发生关系的那种 对 但是但是你其实像 但是现在可能年纪越来越小了 像我看那个小鬼就是黄鸿燊 他就是因为他过世嘛 所以我就看他以前的影片 他有一次好像就有在那种 就是娱乐百分百 然后就是在 主要就是罗志祥跟那个小孩子在专访小鬼 就有讲到他的情史那些的 然后好像小鬼第一次发生关系就是国中 对 然后他的态度就是说 这很自然 就是大家都这样子 然后说没有发生好像是 很奇怪 很丢脸的事 的那种感觉 就是 就好像觉得说这件事情是 真的好像真的蛮多人会发生的 然后我就也很震撼 因为我跟他是童年嘛 对 对 差不多年纪 可是你的国中时代应该班上没有这样 没有 你怎么知道 对 也许是我怎么知道 或者是我真的是这一方面的八卦绝缘体 对啊 那不占锅耶 对对对 没有人要告诉你啊 对 可是 可是我在想说 如果我们的小孩有这种观念 就会觉得这很酷啊 或者是没有发生就就落伍了 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自己 然后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我回到一个一个话题 就是说 我无法就是阻止这件事发生 所以我只能够很早的就跟他讲说 要戴套 就是比如说 要保护自己 对就是 如果假如我真的在 他如果真的这么斗胆在家里面给我这样子 一抢之隔给我听到声音的话 然后我就会 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搞不好他是跟女生哦 对啊 就是我想要知道是跟哪一种对象 就是我刚才想要说是什么类型 就是想要知道 那是哪一种类型的片呢 感觉跟女生的话 我会很放心 为什么 你这个很奇怪 不是 不是 因为男生的话 你会觉得他会有一种 就是 就是侵犯我女儿的感觉 可是女生的话 就是好像他们是 他们是在玩 是不是 用器具啊 哎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好 这个观念非常奇怪 我就觉得这个是 好像男女之间就会有这种 像今天你推荐给我看的那个节目 就是那个 什么 转转发现爱哦 哦对 高一 那个节目就在讲说 他有提到一个 一个观念就是说 哦好像就是 我们上一代父母啊 好像都会觉得说 对于男生的这个 性教育 就好像比较有点放任 甚至是有点不负责任 就是没有差 你就随便给你都没有关系 可是对女生就会尊尊教诲 说你千万不能够去给他乱来哦 不然的话 你就大个肚子回来的话 丢人现眼这样子 因为这件事情但女生的确是比较弱势 对因为女生相对来说就是比较 好像是受害的那一方 可是就不代表男生就不需要被教啊 我没有说男生不要被教 只是我说第一个是 他们如果是女女发生的话 第一他们没有那个要戴套 或者是要 不会怀孕 对不会怀孕 是这样 你是觉得是取决于 会不会怀孕那件事情 是 因为就是他们发生关系 他们开心 没关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追求自己开心的人生 可是他们要 要有一个关键 就是他们要负责任 所以即使他就是 一男一女的这个状态 然后他们还是可以做 只是他们不要怀孕就好了 就是他们可以去 如果他们都想 就想好了 想清楚了 对就是说他们做好 他们做这件事情 他们的后果也都 都愿意承担 我们就是 我就是觉得这一个很难界定 什么叫做真的想清楚 什么叫做知道后果是什么 什么叫做能够为自己负责 这个年纪我觉得很难界定 对可是我们必须要 很很虚心的跟下一代讨教 检讨 真的 就是我们要在他们这个世代面前 我们要去 就我们之前也说 我们要跟上时代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只能够跟他讲 力和弊 就是譬如说 哎 你说即使你带一套 可是还是有可能会有中哦 那你 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对 我不会帮你带哦 对 我会跟他讲很清楚 就是说 你要 你要这样子 人生就这样子 在这个 在这么精华的时间内 就是要为 就是小孩儿 就是奔忙嘛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的确有遇过 他也没有这么小啊 就是 可能大学毕业 对就是我们电台的实习生 有在大学就 就有 是当妈妈的 哦真的哦 对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当然是会有点惊讶 但是 因为真的 比较少数 但是他也很负责任的 就是 愿意休学的状况下 然后去带小孩 然后但是他来我们电台实习的时候 是 小孩是给他的婆婆带的 等于说是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人嘛 帮忙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 他只要有相应的家庭环境 就是可以帮他做好一些后盾的话 我觉得 那是他自己选择的认识 而且也有往好处想也是 他也有小孩跟他就是像姐妹一样 对 可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转转发现案里面 不是有提到一个案例吗 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的 他分享他自己弟弟的故事 然后弟弟就是很早的时候 就可能因为 他们用做了傻事来形容这个啦 就是说可能让别人女生怀孕了 然后他也真的是很努力的 就是愿意负起责任 然后努力的成为一个爸爸 然后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是必须被迫放弃 可能就是好像去上大学啊 享受大学生活啊 或者是 同侪他能够享受的一些 青春年华的时光 然后虽然他很努力的去 就是负起责任 可是 他还是会免不了的有一点沮丧 想说如果真的让我再回到过去的话 我真的不会做就是这么冲动的事情这样子 可是这都是已经太迟了这样 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因为遇到就是遇到了嘛 你愿意把它就是揽起来做 我觉得是很很伟大的 但还是会觉得有点遗憾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点怀念过去 嗯 对啊 对啊 那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 因为如果是他们是同志的话 就不会有怀孕的问题嘛 对 那他们就比较是像是在享受就是当下的快乐 对对对 对 那其实我觉得那样子的状况下我会 我会比较放心一点 对对对 身为父亲的角色我会比较放心一点 对但是当然还是呀还是要 因为只要是谈感情都还是会有一些权利的关系 就是他也许也会让我的女儿伤心或者是受伤 对对 对还是有可能 一定的啊谈恋爱谁不会呢 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很暴力心 还是会伤害别人 对对对当然还是有可能会 对啊 会很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说 他要懂得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啊 对对这个 也要尊重别人 对对对就是他要 他要去接受说 自己在就是在这个感情上 他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性爱的事情 他可能他更关系到的一种是 就是你要怎么样面对 不是你期待的伴侣关系 比如说也许他会很恐怖情人啊 或什么的 哇是另外一个议题咯 对我觉得这个这些东西我们是 就是像是在那个放风筝一样 我们一定要牵好那个线 我们可以把它放得比较高远一点 但是但是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味的排斥面对 就是拒绝面对像你像你上次说的那个就是会这样把水泼出去啊就说我的小孩的存症已经不在了那种妈妈 我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说你不准做你不准什么你以为还会听你的 他就会跑到他就会去外面对他就会偷偷的做他就是不让你知道的对他就到更更不适当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段父母真的要好好的 试着努力去跟小孩子就是拉近关系 当然就是你要先谈性之前一定要先能够谈心吧 能够就是做好朋友然后他才愿意对你推心置腹的说那我觉得那才是一个身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能够保护他到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为止我觉得 是对啊对啊嗯好那这边我们想要分享一本书叫做这世界很乱你得和女儿谈谈性对这本书其实我还没有看过但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我看了那个他的目录的章节名称有一些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兴趣他是一个韩国人写的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特别强调他之前有写过男神就是说如何跟哎我忘记是哪一本先就是女生也有跟儿子谈也有跟女生谈然后就好像女生的这一个是有在台湾变成的 中文版感觉我们两本都要看哎真的其实本来就是啊对也算是关照自己吧嗯就比方说性教育必须先在家里在家人间进行对然后平时就要敞开心胸对话是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最主打就是要敞开心胸对话主打嘞对啊对啊因为真的啊你干嘛你为什么要去避讳他哎我很想知道听众朋友们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一撞一写对就是我们真的什么都都愿意谈对而且我们又谈琴然后又配乐谈琴说爱的一个谈琴对就是然后又讲这么五四三的可是其实我们认真的有严肃好然后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关于女儿的性教育就有不可以因为别人说你可爱就同意碰触然后从小就练习说出性器官的正确名称没错就是不要说什么小鸡鸡 对对对这很不容易我跟你讲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就是我在做那个我们现在的电台的儿童节目嗯然后我们那个节目的名称叫做颠覆故事steam然后第一次正式想要打广告就是这个节目真的是我们偶心力写我们偶心力写之作把这个连结放在书名栏好对然后这个这个节目它有我们没有讲到艺术嘛因为它steam就是有art的部分 然后艺术就免不了就是会会讲到一些就是呃胸部啊就是因为这个是艺术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对对对就是美你知道我们人人类第一个艺术品是什么吗就是一个陶土是不是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雕塑嗯哼对然后那个雕塑是女生的胸部非常的大大的不成比例然后没有头头只有一点点然后也没有什么手啊然后脚很小 反正就是很强调胸部嗯哼你看人类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知道人类的原始的欲望就是这个就是就是想要喝奶奶对所以我们我们喜欢看大胸部就是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泉源对对对对我们生命的泉源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所以这件事很严肃哦嗯然后我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我当然会因为是儿童节目的关系所以我就一开始我有点下笔的时候我会比较想要写说呃奶奶大奶奶或什么的然后后来但是我们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就是他他是因为他很重视小孩心教育对对他他他虽然是儿童节目主持人但是他很重视所以他就是有建议我说哎你要应该要改成乳房哦对乳头乳房哎很棒真的真的直接说明他的正确的名字我们不要避讳真的真的就是那些就是他的学名他的正确的名称非常好这样子小孩子就可以直接在听故事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乳房对然后爸妈就会说 啊这乳房就是奶奶啦这样子就知道了对你不带害羞的看待他也不会带着没错我觉得大人太多真的太重要了如果你父父就是你不要问我这个你现在不需要知道的话那他以后真的不会问你了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哦就是呃教导自慰的礼节我很想知道这一集在写什么然后帮孩子买东西的时候不要有性别观念我觉得很棒每方说要分颜色啦分款式啦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在在开放一些吧 对啊然后妇女可以洗澡到什么时候呢你觉得嗯我自己现在还是会跟她一起洗澡嗯哼对我现在女儿是四岁九个月快五岁对但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五差不多五六岁嗯哼就是接近小学的时候就要慢慢的分开洗了吧对其实像有些更要更早差不多三四岁嗯哼就有人要短对对对对嗯 嗯哼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是我要讲一件就是我跟她洗澡的时候她当然也是会好奇就是会想要摸啊或干嘛的然后我就会很严肃地告诉她说诶我不喜欢别人这样对对对这很重要对她就会尊重我不要就是细虐地就是完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哎妈妈现在洗澡的时候多了一个洗澡玩具哎会噴水哈哈哈好恐怖哦下流我希望不要这样好还有比方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超有趣的 被小孩子看到爸妈亲密的时候该怎么办 你就是这样来的 我想去找这本书来看了 好然后呢 什么时候发生第一次最合适 哇这些问题都好有深度哦 让人无法回答的耶 那你觉得 我是觉得大学啦 大学可以了啦 可是我觉得大学对他们来说应该超晚了吧 对大学真的算很晚 因为其实坦白说 我不希望他的第一次是充满了很多不好的感觉 所以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确不太适合的原因 是因为他会就是没办法去 去拿捏那一个道德的就是一些边际吧 我觉得他那个分寸边际他比较无法拿捏 那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像是成年大学生 对我觉得那个 对我也是比较能够接受大学的年纪 但是现在 以前我们搞不好连大学就是教授都会觉得不行 可是我真的听说过很多那种小学生就在那边 就是强男友什么的 好像早就已经就是乱成一团了耶 真的我别人的小孩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现在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 我当时蛮想看看这本书 他就说几岁 好我真的很久没买书了 这个书真的很想要找来看看 对我有翻一翻 因为我比较在意的章节 因为那时候我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想说 我要看看 然后因为我们的小孩子是比较偏男生的女生嘛 然后我就是特别看到一个章节就是 如果小孩子同志怎么办 然后我看了这个章节我就觉得这本书还不错 那当然他不是那种 因为他是韩国的翻译书 所以说他写的东西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隔阂吧 就是文化的隔阂 但是他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 他说就是 他好像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明星 他的小孩也是就是比较喜欢穿裙子啊干嘛的 然后但是那个爸爸就很开放的态度 就譬如说假如这小孩的名称就是叫许恩好了 就是我们的小孩的名称 然后他就会说 比起许恩就是会做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 我更在意他的幸福 对 就是等于说是 我们都会希望 不是的大爱 对我们都会希望小孩变成我们期待的样子 可是我们有没有去站在他的立场上想 对 可是又回到我们这个话题 就是这个也可以套用嘛 就是如果是用这个话来就是类比的话 也许有些人就会讲说 诶那他在譬如说小孩子都在就是想要尝试这个 偷偿进国的事情 他就说我就觉得很幸福啊 你不是为了我幸福着想吗 对 可是有些时候在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光你 你幸福就好了 对因为你会有延伸性的问题 哇教育真的是一件太难的事了 好复杂哦 对但是我们做父母 我们真的不能够是一味的用打骂 然后阻挡 禁止 对我们只能跟他分析优劣 对然后我希望我们是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给他们听的 对 这样的话他们才觉得 哦原来就是爸妈以前小时候也是有这么多彷徨无助的时候 也是有这么搞不清楚的时候 那其实我有问题的话我也可以请教爸妈啰这样子 对而且像你刚刚不是有讲一个问题说被小孩看见爸妈亲密 嘿 好就是也许就是在做声音被他听到这样子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小孩 嘿 我以我的心态啦我会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因为我觉得我爸妈是相爱的 而且他们是 对我会觉得 我在这个家是怎么说就是 我的诞生或者是我的 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的思考是比较正面性的 可是如果是有一种状况就是 一方不想要 譬如说如果我是小孩 然后我爸妈就是在一方不想要一方硬上 对就是 就是硬上的那种啦 就是不尊重对方 那我可能就会有点觉得 所以你要你是希望孩子看到 就是那个爸妈在做的时候 是真的是粉红泡泡 我当然不想他们看到 就是希望是爱的一个画面 而不是说就是有一些灵虑的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啊 搞不好人家灵虑幸福啊 幸福满意 做SM倾向这样子 对啊哎我觉得好难哦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 就是你觉得好我觉得不好这样子 那就是真的是还蛮 蛮难就是去界定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呢 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些问题们 就是丢给听众朋友们 就是你们怎么想的呢 就是这些问题就是也许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就是来留言吧 对我最后再讲一个结尾 就是说 嗯像最近不是竹内截子自杀吗 对 对然后就是 我有在我们的粉丝专业 PO一篇就是关于日韩的那个演艺权 就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非常的高 然后对于外型啊各种的都非常的捆绑 对 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是自杀 也许真的只是惨后忧郁而已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日韩他们 艺人自杀比率实在高的不像话了 对太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我最后最后要讲的一件事就是 你能够接受自己的 不管是自己还是你的下一代 多少不完美 是取决于他的人生很 要成长的变成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日本韩国他们 刻意去压抑人的欲望这件事 导致韩国他不是一直在爆发一些什么 像恩浩房 对恩浩房或者是My Room 这些就是很很不堪的 他们就只要一爆就是超级大的那种 对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真实世界里面 对像什么有一个叫做Loy Kim 就是一个韩国的艺人 其实我蛮喜欢他 因为他觉得他是唱歌很好听 然后很就是声音非常的文清很舒服 然后他也是有就是之前有爆出来一个事情 就是也是会看那个像那种交流软件或什么那种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有点震惊 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同事讨论 然后同事就说又没怎样他也是男人 没错就像是那个黄河 黄河就是我们台湾的演员黄河他那时候也是 就是有爆出一个就是一个新闻是说他 打手枪 对他打手枪然后那个那个自问的影片 就是高达多少长达109秒 然后那自卫片就外流 可是呢他的态度非常让人佩服 他就说就是成长过程每个人都会 对啊像那个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那个温森豪他也是说男生谁没打过手枪 对谁没打过 然后就是如果说就是被被这样子爆出来 然后能够很坦然的接受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然后这也算是一种不完美吗 我觉得倒也未必啦 可是觉得说 不是不完美不是 对 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他比较 比较大家不会预期到说会是 特别是艺人 这件事情稍微比较会有一点就是 是经纪人想要避免发生的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艺人他事后这个态度 我也会因为黄河这样的态度更欣赏了他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是要整体要有这样子的认知 对比方说真的是有失言啊 或者是他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情 然后真的是有他有这个反省的心 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大众就是不要再一直的踏伐他 然后接受他的这个部分不完美 比方说之前像是谢欣啊 他就是跟那个 就是那个阿翔 对然后有婚外情嘛 可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就是想要 忏悔 对或者说他真的想要重新开始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些乐听大众 真的是必须给这些人一个机会 对因为这 如果是你就想像他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 没错 对真的 当然就是有些道德 某人就会说他们都没有顾别人小孩的感受 但是我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会犯错 没有人是不可能犯错的 对 我觉得多一点点同理 对啊 真的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嗯 好 晚安 拜拜 晚安 拜拜 嗯 嗯 嗯